女人这样夸你呢 其实是在拒绝你 别傻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 都喜欢来自异性的夸奖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女人 简单无信的一句夸赞 就能让男人开心半天 可男人要明白 很多女人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们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心意 直接的告诉你 而是用另一种方式 暗示你让你去猜 所以你在接受女人的夸奖 并且为此高兴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了解 她对你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是出自真心 还是别有暗示 爱你的女人对你的夸奖 当然是出自真心的 因为爱情是自带光环的 你在她的眼里本来就很完美 可并不是你爱的女人 就是爱你的 有些女人她虽然夸你 其实是在拒绝你 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以后 会全情全意对女人好 想要得到女人的关注 想要女人也爱她 可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爱情是自由的 付出再多 不一定会迎来对方的青睐 你的感情在对方眼里 可能一文不值 很多女人她不喜欢你 却不会直接拒绝你 而是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你 所以你要了解女人背后 每一句话的含义 要知道女人这样夸你 其实是在拒绝你 别傻了 你真的很好 在男人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 如果女人对男人也动心 那么她会在男人告白的时候 直接答应 然后一段良缘 但是当女人对追求她的男人 不感兴趣的时候 她其实不会直接拒绝男人 因为女人就不擅长拒绝别人 而且她想要给彼此留一点余地 拒绝得太直接 会让男人觉得很难堪 随意呢 当女人夸你一句 你很好时 不要觉得你们之间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她是在委婉的拒绝你 不要因为看似夸奖的一句话 而开心不已 看清楚其后的含义 你要明白 对你说这句话的女人呢 对你并不感兴趣 你值得更好的 人在和其他女人呢 比较的时候呢 对自己都是很自信的 她觉得自己更有魅力 是与众不同的 是值得被最好对待的 在这个男人追求她的时候 如果这个男人符合她的要求 她不会把这个男人 退给其他女人 而是自己把男人收入囊中 果断地接受 可是如果她对你不感兴趣 她就会给你 落列出很多她的缺点 告诉你 她没有影响的那么好 你值得更好的 这句话看似是在告诉你 你很好 其他更好的女人 才值得配得上你 实则呢 她其实是在委婉地拒绝你 告诉你 她不喜欢你 不要傻傻地 不懂其中的含义 我高攀不起 很多时候呢 由于生活背景的不同 人和人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在两个相爱的人的面前呢 差距再大都可以克服 两个人为了在一起 付出很大的努力 为对方做出很多的牺牲 中间在谷 只要结局是好的 他们都会觉得一切都无所谓 对你感兴趣的女人 她会努力地提升自己 去提升你们之间的差距 你的条件再好呢 她觉得自己也不差 配得上你 可是当她对你不感兴趣的时候 她就会说 用我们之间的差距来拒绝你 她说 我高攀不起的时候呢 就不是在说你的条件很好 而是因为条件不如你好 只能选择拒绝你 她看似在夸你 贬低她自己 实则呢 是在拒绝你 她不会给你在一起 所以别傻了 女人也好 男人也罢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 付出所有 不要因为自己爱得太深 而觉得对方也是爱自己 有的时候她早有语言 委婉地拒绝了你 不要自欺欺人地 觉得你们之间还有可能 让她对你说了这些话以后呢 你的努力和坚持呢 就不再是深情的象征 而是一种打扰 以一种让她觉得厌烦的打扰 打扰 打扰 Ugh 感谢观看